韜韜和阿阿兩個是鄰居 同時他們都是同學 而且是好好的朋友 這一日韜韜的爸爸就對韜韜說 哎呀兒子 我們叫阿阿一家人一起去野營好嗎 韜韜聽到要去野營 開心得跳了起來 好呀太好了 我可以野營了 野營是韜韜很久的東西 韜韜就去到阿阿家 見到阿阿在做功課 於是就輕輕地叫了一聲 阿阿 爸爸說帶我們去野營 你也叫你家人和我們一起去 好呀好呀 我也很想去野營太好了 阿阿真的很開心 夏日的風帶著花的清香 帶著甜蜜的歌聲 吹過了山江 吹過了田野 吹過了每一個需要快樂的地方 韜韜一家人和阿阿一家人 相約結伴去野營 他們的車駛進了一片山林 韜韜指著一棵大樹就說 把帳篷坐在大樹下 應該會很涼爽 韜韜爸爸搖頭就說 哎呀兒子 不可以把帳篷坐在大樹下 因為如果遇上雷雨天氣 就很危險 很危險 那把帳篷坐在最高的山頂 那裡可以看到很遠的風景 韜韜 韜韜指一指很遠的一個小山坡就說 韜韜媽媽搖了搖頭就說 哎呀兒子呀 沙頂上面風很大的 如果遇上了狂風天氣 我們的帳篷就被他掛了上天 知道嗎 啊不是吧 原來會這麼危險的 阿阿都在尋找著搖帳篷的地方 他指了指小溪邊就說 爸爸我們把帳篷坐在小溪邊 這樣我們煮飯的時候拿水很方便 阿阿的爸爸搖頭就說 哎呀傻女 如果遇到大雨的話 小溪就會脹水很危險的 那你看看那裡這麼深的草蟲 我們把帳篷坐在草蟲裡面 一定很涼爽 阿阿指著草蟲就說 傻女 這麼深的草蟲 如果有蛇出來擔走你怎麼辦 算了 還有這麼恐怖的事 看來搭帳篷真的很好地選擇地方 最後 韜韜爸爸和阿阿爸爸一起選擇一個平坦 而且避風的地方 開始搭帳篷了 搭帳篷主要是韜韜和阿阿的爸爸媽媽的事 韜韜和阿阿兩個還太小 所以他們只可以站在一邊觀看學習 四個大人一起合作 一共搭了三頂帳篷 兩頂是睡覺用的 一頂是煮飯吃飯用的 爸爸媽媽都有野營的經驗 不單帶來了柴米油鹽 還帶來了便攜式的煤氣爐 終於到了做晚餐的時間 大家一起動手 沙沙沙沙 韜韜爸爸便把米糯放鑊 韜韜媽媽便開始切菜 阿阿爸爸便清洗餐具 阿阿媽媽便點火炒菜 我們都來擺碗塊 韜韜和阿阿都沒有空 他們把很漂亮的碎花 鋪在桌上 把碗塊全部擺好 啊!松鼠仔 阿阿沖沖著小松鼠招手 蟲鼠仔來我們這裏 啊!小猴子呀! 阿阿阿阿沖著小松鼠招手 小松鼠來我們這裏吃飯啦 吃晚餐的時候 帳篷裡多了兩隻小松鼠 從三隻小松鼠 這樣的晚餐實在太美好了 山林的夜晚安靜而美好 肚肚一家人和阿阿一家人 開心地睡在帳篷裡 看著月光數著星星 真是一個很寫意的生活呀 小朋友呀!當我們出門露營的時候 地點的選擇很重要的 除了考慮個人的實際情況之外 首先要考慮靠近水源和燃料的地方 同時還要考慮防備風雨和蚊蟲 此外還要注意防備雪崩滾石 以及得如其來的山洪和漿水等等 出發之前必須盡可能地想像在野外 可能會面臨的各種境地 以便準備相應的技能和裝備 另外裝備很大程度上也決定了 露營活動的成敗